每天都很美味 只要吃过点它都很好吃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山东周城 听说周城一丰对锅 大院美食城这边有一个做地锅炖鹅的 今天我们去品尝一下 辣椒炒肉 烧烤各种炒菜 就是这家店地锅鹅 它这个鹅的是什么品种 咱就是假羊的这种备热 这种热吃起来好吃 对对对 也不用喂什么鲜鸟 山羊的 就是山羊的 对对对 这扔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是热鹅 第一步先把脖子给摘掉 对对对 先上来是一匹两板 一匹两板 咱还是做成一匹 咱这个鹅的话 是多大块还是小块还是总块 总块 总块就行 总块就可以了 对对对 这个荒的是什么 还得幼 哦 幼直 对对对 做什么东西就得转一点 对对对 把这个气管 哦 气管这些都得清除掉 对对对 这个是鹅的翅膀 对对对 还一样 咱这个鹅的话是怎么卖的 108一分 你这这算是平价老鹅 对对对 对对对对 你这个鹅 看你这个鹅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是老鹅弄成山羊的鹅 没有喂食料没有喂饭的 这样的鹅也是吃得比较健康 吃都得吃它 我都得吃它没事 哦 你就爱吃这一块 嗯 你鹅的时候得长这个啤酒 对对对 这个鹅的话有多少种 得七斤多 得七斤多 对对对 哎呀 鹅肉下锅了 这是炖热的材料是吧 对对对对 咱不添加这个荷芳菇 哦 假汤做法 对对对 假的味道 假的味道 对 哦 这是炖热的材料 对对对 炖热的材料 炖热离不了这个省酱 对对对 这个热的材料 就是炖热的话 再炖热的话 这儿就炖热的材料 这个屁发黄 哦 他想炖热的材料 加啤酒 这感觉练个地摊 吃一个铁锅炖大鹅 也是没得说 我倒是让老板单搞了一份 看一下 有没有食欲 今天咱也豪狠一次 吃一回炖大鹅 这鹅肉做的 特别是这种感觉 做到这个地摊上 这个肉质应该是比较的紧实 来尝一口 这是几年的老鹅 三年以上的老鹅 三年以上的老鹅 你是按份儿卖 这一份的话是由几斤 大概 七斤左右 一只七斤左右 一份的话是半只 三斤吧 三斤半的话卖 卖一比零吧 一比零吧 也就是说你一斤饿肉 也就是喝三十来块钱 嗯 你吃老鹅的时候 再来个这种蛋冰 炖一个的汁 你看 这颜色 凉汁真香 呵呵呵呵 谢谢大家